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Darren 歡迎來到這一期的Roll to Kona 2022 今天我們要來談論可能大家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裝備,more specifically,泡鞋 大概幾個禮拜前,Puma寄給我這雙 Deviate Nitro Elite 經過幾個禮拜的測試 我可以先跟各位講結論 這雙鞋可以買 但是有兩點事情我必須在這邊先澄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我並不是跑步出身的選手 我的跑姿並不是教科書般的標準 也就是說我的跑步姿勢 還是大部分習慣是腳跟著地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我是坐著 然後再用大腿在跑步 我的跑步成績半馬大概PB在80分左右 那種全馬是差不多落在250上下 所以如果你的全馬成績是240以內的跑者 你可能會覺得 oh you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you're talking about maybe this is not for you 如果你的成績可能跟我差不多是卡在剛霍山的水準 或者是正要往霍山的這條路邁進的話 那maybe我的意見可能可以給各位參考 第二點我要澄清的是 雖然這雙鞋是Puma送給我的 但是他們並沒有要求我一定要說好話 所以在影片後面我會跟各位 詳細的去分析這雙鞋的好 跟他我覺得需要加強的地方 那在介紹這雙鞋之前 我想先各位講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不應該只有一雙跑鞋 應該會針對每一種不同的刻表 會有他自己的一雙跑鞋 以我為例的話 這雙是亞瑟士的保底 類似釘鞋的Sorty Magic 這是我在跑田徑場的時候專用的跑鞋 然後這一雙Nike的Invincible 是以前我的Everyday shoes 再來就是我的兩雙比賽鞋 一雙是Nike的Next%第二代 一雙是AlphaFly第一代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們已經被我抄得差不多了 那現在就進入今天的主角 Puma DV8 Nitro Elite 這雙鞋我先講他真的超級超級輕 然後他的布面 這個布面他的透氣性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在吸水之後的重量 我自己覺得其實並沒有增加太多 你可能會先覺得 襪子吸著水增加的重量 會比這雙鞋吸著水還要多 這雙鞋也是全碳板的鞋子 我覺得跟Nike碳板鞋做比較的話 老實講私底下我並不會推薦 Nike他們家的精英跑鞋或是碳板鞋 給跑肢還不太穩定 或者是剛接觸跑步的朋友 因為可以看到 以這雙Next Percent二代來講的話 他的碳板是非常有力的 你如果要凹他的話 需要的力量其實蠻強的 也就是說當你踏到地板的瞬間 他的Compression會把你狠狠的往前彈 那對於一個跑肢很穩定 然後腿部肌肉夠的跑者來講的話 這是一個加分 因為他的Propotion 他的推進力其實非常的強 在高速巡航下 注意是高速巡航 配速是四分內 三分多甚至兩分多 在這種高速巡航內 他的這個能量回收是非常的強 也就是說在你高速巡航的時候 你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把自己往前推動 鞋子會幫助你做這件事情 但是當你的跑肢不穩定 或者是腳力不夠強的時候 他這個推動力 對很多人的小腿來講 是非常非常大的負擔 這也是為什麼 當年AlphaFly出來的時候 大家一窩瘋的去買這雙鞋 不到一個月 大家一窩瘋的在賣這雙鞋 因為太多人覺得他的推動力太強了 跑的小腿非常非常不舒服 這雙鞋對於我的腿力來講 我覺得是目前純馬拉松我的首選 因為他的推進力非常的強 但是在比三鐵的時候 尤其是226我就不會考慮這雙 因為最後226的配數 我沒有辦法配到四分以內 或者是三分半 所以這雙鞋的在226 我是完全不考慮 我比過的兩場226 選擇都是nextpercent2 因為我覺得他的推進力 並沒有那麼的強 兩場的經驗下來 我個人認為他推進力還是有一點點太強 我會覺得跑到後來 我已經跟不上鞋子要我跑的速度了 然後這個就變成我在跑的時候 我一直在煞車 一直在煞車 如果是113的話 這雙我覺得跑得非常舒服 所以這雙鞋在衝刺比較短距離上面的話 也就是說半馬拉 我覺得對我而言 還這個推進力不錯 但是如果你今天比較沒有辦法 把速度hold在四分半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這雙鞋的推進力 可能對你來講也會有一點太強 之前我一直在找可以替代這雙鞋的練習鞋 也就是說在練習的時候 我希望適應這雙鞋給我的腳感 但是畢竟在練習我都不會動不動就配速配四分 或是三分五四十幾 所以我需要一雙不這麼推 但是感覺起來像是這雙 NEXT PERCENT 2的跑鞋 今天我覺得我找到了一雙完美的練習鞋 就是HUMA這雙DB Nitro Elite 因為它的整個設計理念 我覺得跟NEXT PERCENT 2非常相近 只是在我個人看來 它最大的差別是 它的底其實非常的軟 雖然它是用碳板沒有錯 但是它的碳板就沒有像Nike的NEXT PERCENT 2這麼的彈 對於我練習而言 我不需要HOLD這麼快的速度在跑我的Easy Run 這雙鞋的推進力 對我的體重對我的跑姿來講 就非常的剛好 我不會覺得說我今天要慢 卻慢不了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速度習慣 維持在四分半以外 更慢的跑者的話 我就會覺得這雙鞋 或許更適合你 不論是練習或者是比賽 因為你不希望在跑步途中 感覺有人一直在後面PUSH你 你的腳已經跟不上了 但是鞋子一直在PUSH你 當你腿力不夠的時候 這個推力會轉成你小腿的衝擊力 這只會更快的讓你小腿疲乏而已 那這個問題就很容易造成比賽後段爆掉 或者是練習小腿抽筋 嚴重一點可能拉傷 每一雙跑鞋多多少少都有它的HOT SPOT 就是它的設計跟你的腳比較不合的地方 如果你長期跑一直壓這個HOT SPOT的話 你腳的某一個點就會出現不舒服 那如果你是跑量比較大的朋友 你可以試著用不同的跑鞋 穿不同的跑鞋 迫使你在跑步的時候 稍微的變換一下重心跟姿勢 然後讓這個HOT SPOT能夠被分散在腳 不論是足底啊 或者是整個身軀 不同的肌肉群跟不同的區塊 這雙Puma DVA Nitro Elite 已經陪伴我跑了差不多30幾公里 對於我的跑姿跟速度 我覺得這雙鞋的定位對我來講非常的清楚 它會是我很好的練習鞋 就是我的Everyday Shoes 跑在4分半以外的速度 這雙鞋是非常的舒服 但是以我的重量跟跑姿 要跑進4分半以內的話 它對我要維持原本的速度的推進力 個人認為會稍嫌弱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要比賽的話 這雙鞋可能就不會是我帶上場的選擇 另外一點是它的足跟這個地方 並沒有做太強的support 各位不用擔心在跑的時候 整個步面我覺得包覆性是非常的好 但是這個鞋跟軟軟的部分 造成我腳要套進這雙鞋 需要花比其他鞋子還要更多的時間 聽起來好像沒有差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在比515 甚至半乘25.75的三鐵選手的話 穿鞋速度很可能這一差 就會差到1分多鐘 你要想在這種分秒必爭比賽 1分多鐘其實還蠻不容小缺的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 another thing to keep in mind 好啦或許你覺得我在這裡雞蛋裡挑骨頭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我 跟這雙鞋相處至今發現的一些小細節 以我的跑姿 我的體重 我的成績 跑這雙跑鞋的一些想法 那如果今天有廠商或是你有認識廠商 想要寄跑鞋給我試穿的話 我也非常樂意 那就這樣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